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晚上 特别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对我们华人来讲 这个2008年8月8号下午晚上8点钟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 也是我们中国人等候了将近或说超过100年 才能够有这个特别的非常隆重的一个聚会 把中国的文化把中国的国土 能够呈现在世界各国的人的面前 你当然知道我谈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典礼 在那典礼当中我们待会会有机会来看 但是当我们想一想在那开幕里成千上万的表演者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他们自己觉得很愉快很高兴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是的 他们目的是要把中国的美好的文化 跟所有一切丰盛的这些的建设能够表达 同时也带给这些九万多名 甚至包括电视广播上亿的人们 能够喜悦他们的节目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的类似 当我们在这边唱得非常的喜乐 充满了那种兴奋 充满那种的感恩的那种的心情的时候 我们敬拜的主要目的 却不是我们 而是我们的神 所以当我们来谈敬拜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来寻找 许许多多在敬拜当中的一些教导 以前我们曾经谈过将来在天上敬拜 但今天我想让大家一起来思想 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的敬拜 这敬拜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到五节 也就是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 他们所生的两个儿子 该隐跟亚伯 他们所献的记 那是我们人类的文献当中 可以说记载第一次有关敬拜的事情 那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到第五节当中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亚当夏娃他们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天该隐拿地理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和羊的纸油献上 耶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在这经文当中 那我们看见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的敬拜 结果有两个极端的表达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刚刚提到敬拜的中心 应当是神 而不是敬拜者 敬拜的中心应当是神 而不是敬拜者 好像在将来在天上的敬拜 启示录第五章十三节就提到说 我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 所有被招之物都说 但愿宋赞尊贵荣耀 全是都归给座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远远 在这里所看到 是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一切都归给我们的神 顺利了解在敬拜当中 我们的中心是神 不是我们敬拜的人 那刚刚那个该隐跟亚伯的敬拜当中 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该隐他回应神的说话的时候 却是大大的发怒 一个敬拜者居然向神 敬拜的对象来发怒 那这种的心情是对的吗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这是错误的一种的观念 有一故事提到说 有人在礼拜天抱怨 那个士班所唱的诗歌 他讲说 你们今天选的诗歌不好听 就士班的指挥就跟他讲说 没关系 我们唱不是唱给你听的 他的回答虽然是很鲁莽 但是却谈到一个真理 我们的敬拜是对象我们的神 不是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 让我们来学习 我们愿意做任何的事情 来讨我们的神的喜悦 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要讨他喜悦 就必须要明白真理 而且要遵行真理 让我们的敬拜 如同当年以赛亚 进入圣殿的敬拜一样 就看到我们的神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让我们所有的中心都在这个神 而不是在我们 所以盼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角度 让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 是我们的神 免得我们像该一样 就做错了事情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的就是 神首先重视的是敬拜的人 而不是祭物 神首先重视的是敬拜的人 而不是祭物 我们的神 祂深深地珍惜我们的心 祂在更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 告诉我们说 人若有愿作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神要从我们生命当中 所有的 然后来宝贵我们所献上 因为祂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 那从创世纪第四章 第二到第五节当中 我们看见 为什么神不喜悦 该云所献上的敬拜 因为他在那里 首先提到说 神看不中该云和他的贡物 神所先看不中的是这个人 而不是他的献的东西 有一些人在解经的时候 常常觉得说 因为该云所献上的是谷物 因为他是种田的 所以呢 神是吃荤的 所以他不吃树的 所以这个昏的东西 或者说没有生命血的东西 神不喜悦 那这种解经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当中 神也特别立定数据 也就是由谷物所磨成的面粉 然后做成的那种的饼 然后他献在神的面前 这也是神所非常喜悦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 神是不喜悦这个人在现 因为他所行的是恶的 所以让我们了解这件事实 神在乎的是这个人 相反的神说 神看重亚伯和他的贡物 同样的神也是首先看重这个人 然后才看他的祭物 因为神看不像人 看人是看人的外貌 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